主播说联播 今天又是周日了 又要来说一说联播这一周重点关注过的内容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而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下周就要在北京举行了 回望这十年共建取得的成绩 有很多的数据 也有很多显眼的工程 建成投入使用了 掰着手指都数不过来 其实让人印象深刻的 也是十分难得的 还有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持久行动力和执行力 您看很多事情挑战重重 但是通过这个倡议都干成了 比如说印尼的亚湾高铁 马尔代夫的中马友谊大桥 在布隆迪推广杂交水道 在塞内加尔干旱地区打深水井等等 命运的齿轮因为共建一带一路而开始转动起来 很多人的生活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客观来讲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这十年 外界有不少的杂音 这个世界不乏各种倡议 对于杂音最好的回应就是把事情办好 而倡议的生命力也在于行动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做到了 其作时也简 其将避也避聚 而这体现的是中国人 行胜于言 稳扎稳打的办事风格 也说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秉持的正是互惠互利的精神 一带一路带来的是发展和繁荣 走的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 这是道路的选择 也是志同道合的奔赴 今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因为二十年前的今天 航天员杨立伟搭乘神舟五号飞船 首次进入太空 中国人的飞天梦迎来了圆梦的时刻 已经二十年了 而这二十年来 中国载人航天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杨立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样说 现在回头去看 更加明白航天对于一个大国的意义 可以说飞天路也是强国路 飞天竹梦是大国的选择 也是强国的标配 而这条路我们还会继续走下去 迈向更远的深空 路走对了就要稳步向前 这是一种选择 也是一种力量 大道如底 行者无将 好了 这周联播重点关注的内容 我们就说到这 下周继续